精英高材生撞上妖孽被厮守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精英高材生白胡来到S大报道 在出示入学通知书和身份证的时候 不料读书多十字少的同学 不会念他的名字 白胡给他解释 那自读古 鸿骨支支的古 同学给他指了宿舍楼的方向 便提醒李湘往宿舍楼走去 此时的白胡心想这下 应该没有人会念错他的名字了吧 来到宿舍见到新室友 在一番解释后 知道白胡他不在学校中 中午有时候会回来休息 唏嘘没意会变走了 后天军训见 白胡是个摄影爱好者 来到新学校就拿起他的相机拍了起来 他的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这里就像一个微缩社会 什么人都会有 什么样的团体都会存在 白胡会因为兴趣相投 而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并且会在这里度过一个 可以自由支配的思念 纪录片的导演 综艺节目的摄影师 还是一个无趣的商人 无论将来自己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段时光都会无比怀念吧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他正开心地记录下这一路的风景 连路边的花也变得可爱 有一个熟悉的背影出现在镜头前 白胡怎么也不信这是他 但看起来又好眼熟 于是白胡把镜头拉近一看 彻底傻眼了 简直是末日 心态炸了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校门口 秦岚那家伙怎么又出现在我眼前 秦岚上了出租车 白胡紧跟骑后 充满好奇心的白胡 叫司机跟上前面那辆车 司机便指了指向白胡确认 这是白胡才反应过来 这是上头了 黄拍几下脑袋 劝自己这是不能上头 他爱去哪去了 跟自己没关系 于是让司机不跟了 去上河小区 五分钟后 秦岚的车和白胡的车 仅相隔二百米 白胡一脸阴沉 明明他走在前面 为什么还和自己要去的方向一模一样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住哪了 他要做什么 还有一堆冤仇没结清 现在又缠了过来 白胡很是烦躁地 给秦岚发了三个问号 白胡问秦岚他怎么也在S市 特欠夺的秦岚给白骨回了两句 怎么了 不行啊 S市市长是你爸 还是你大舅啊 这气得白胡差点就把手机给捏碎了 反而秦岚看着信息 想到白胡此时此刻的表情 一脸开心 两人来到上河小区门口 白胡朝秦岚走去 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这时秦岚一脸惊讶地看着白胡 秦岚看着白胡微微一笑 呦 这不是小白胡吗 白胡当即让秦岚解释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秦岚跟他说自己住在这 秦岚还慢惊讶这么快能够看到白胡 白胡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会住这 秦岚把头凑上去幽子吗 难不成也在住这 然后又伸手疯狂挑逗白胡的下巴 哈哈 真是巧呢 你说是吧 这做死方式直接把白胡惹炸毛了 抓住秦岚一里 心中十万的草泥马奔腾 秦岚让他别上头 以后还得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秦岚对和白胡的相遇表示很开心 随后便让他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之间的重逢 好巧不巧这时郑瑶出现打破了这一轮新画面 不明所以的郑瑶以为白胡找秦岚麻烦 秦岚跟郑瑶说他俩在闹着玩而已 秦岚跟白胡介绍 是他朋友郑瑶 自己是来和他一起合租的 白胡一脸的难以置信 那么巧租到了一个小区 随后秦岚和郑瑶介绍了白胡 是自己的旧乡时间老乡 今年刚上大一 大概也在这租了房子 郑瑶开玩笑说 白胡是追着你来S似的 秦岚也是识续地回了句 嗯 差不多吧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 把白胡给整沉默了 骂着秦岚还要不要脸了 究竟是谁缠着谁 原来自己在A市的时候总来烦我 后来搬去D市了 他又跟着去 现在轮到S市 郑瑶和秦岚继续谈笑风生 还夸秦岚魅力丝毫不减当年 殊不知白胡已将郑瑶 纳入了黑名单二号选手 郑瑶带秦岚来到住所 秦岚转过头对着白胡说 住得这么近的话 以后要经常见面的小白胡 白胡很不羡 挑回一个眼神给他 冤家路窄 想到之前让白胡用四个字 来形容他们之间的重逢 惹得秦岚哈哈大笑 这四个字直接给满分 白胡无语死了 神经病 为何秦岚在郑瑶面前脱掉裤子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文丧 郑瑶带秦岚来到出租屋 果然不出秦岚所料 俩人都是臭味相投的一对 郑瑶给秦岚介绍房子的布局 两室一厅 其中一个卧室被他改造成乐器室 平时可以在里面敲敲鼓弹弹吉他什么的 秦岚看到这一幕 也是不禁赞叹起来 随手拿起一把吉他弹奏 郑瑶听着熟悉的奏乐 便让秦岚来一段 他去年来S是音乐节上弹过的那个 有一段solo技巧特别复杂的 秦岚玩几乐起来 就像是看到许久未见的挚友 那般熟悉 那般心安 郑瑶把整首曲子听完 让本市音乐学院高台生的郑瑶 对其夸赞连连 第一次认识秦岚是在三年前的橘子音乐节 那时给郑瑶的感觉就很惊艳了 更是郑瑶迄今为止见过的吉他手里数一数二的 秦岚对身为音乐学院的郑瑶 居然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就装起了十三 说这都是小意思 样样又气精通 这不 郑瑶肠子都毁清了 早该不夸他了 郑瑶跟秦岚说这两天一起排练几首曲子 下个月去酒吧试试注演 俩人也是一拍即合 没上过大学的秦岚很好奇大学校园是怎样的 郑瑶便说过几天上课的时候就带他去 一周后 这真是当代废材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郑瑶没课的时候就会在家打游戏 任凭秦岚怎么邋遢 扯他的小辫子 仍然纹丝不动 稳如老狗 秦岚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使出那一招了 秦岚站在郑瑶面前挡住屏幕 接着双手插向裤腰 朝着秦岚抚媚一笑 同时把皮带解开 手一抽 褲子连从内部慢慢掉落 郑瑶一看愣住了 再看整个人都猛了 下体一丝不挂地站在郑瑶面前 还妖娃着问郑瑶是他好看还是游戏好看 猛逼的郑瑶像被定住了 游戏手柄不禁从手中掉落 啊啊 神经病啊你 经秦岚这一折腾 郑瑶只好带他来学校 郑瑶还在那一画面中久久不能忘怀 这家伙是个疯的还是禽兽 秦岚看到个女生便像其抛媚眼 看到那么多美女的秦岚问郑瑶的学校 是不是按言指选进来的 郑瑶也是丝毫不客气说 不然怎么会选我进来 没进过大学校门的秦岚 也是对大学颇打好奇 忽然一个声音打断他俩的聊天 大意心生军训把秦岚吸引了 看到统一的军装 又全都戴着帽子 谁跟谁都看不清 但怎能阻止咱秦岚从茫茫人海中找寻真爱 一眼便看到了白虎 他那帅气的脸庞 那该死的气质 把一旁休息的迷妹惹得不要不要的 郑瑶不得不承认 白虎在气质这块拿捏的死死 这时郑瑶就很好奇 他俩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秦岚那该死的气质 当然也是有办法拿捏小白骨笛 在军训的白虎紧后 突然感到一丝寒意 白虎把一男生给避咚了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军训休息时间 白虎坐在草地上喝水 被人用石子扔他后脑勺 一次 两次 三次 暴走的白虎好奇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转身一看是秦岚 白虎早已猜到只有这家伙才敢这样做 秦岚继续扔 还问白虎有没有想他 一向好脾气的白虎炸毛了 想伸手过去抓他 可惜有一道栏杆限制了他 秦岚还在不断作死 一边伸出屁股拍一拍 一边说着 没打不着吧 来啊来打我啊 打着我就把你给黑黑黑这操作 把一旁的郑瑶看待了 这也太贱了吧 秦岚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一脸杀气的白虎叫秦岚等着 这有爱的一幕给后面的迷妹看到饭花吃 白虎一个回头眼神沙 瞬间让迷妹安静 郑瑶看到教官往这边看边拉着秦岚走 没完够的秦岚只能跟白虎告别了 随手给白虎送上的飞吻 小白虎 你一个人在这好好念书 别老皱眉头 开心点 爸爸爱你哦 白虎接过飞吻给撕开两半 让他有种别走啊 郑瑶问秦岚 过来就是为了捉弄一下他 秦岚很开心的说 看他平时总睁着脸 还一本正经的样子 突然被逗得气急败坏的样子 不觉得特有趣吗 你要说大学的饭堂最拥挤 敢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排着队等打饭的白虎 想着以后不忙可以考虑在家做三明治 方便又简单 就不用来食堂挤来挤去 顺便再找个时间抱走秦岚一顿 警告他不要再烦他 排着队的白虎都把带办事项清单给想好了 刷刷刷的学生一窝蜂排着队 突然有一个人把秦岚挤了上去 把前面的米尔给贴得紧紧的 这不不为了往前再轻 白虎还顺便把米尔给避咚了 米尔回头一看 原来是他 秦岚的朋友 以前见过面 这撩人的眼神 连食堂阿姨都看不下去了 叫他俩要吃啥 快点 白虎仔细想想 确实是见过 之前在A市的酒吧 他是调酒师 而且还喝了两杯他调的酒 然后不胜酒店 那会秦岚看到白虎醉成这样 手搭在白虎肩上 想送他去宾馆 这可能俩人发生了什么肉体摩擦 让白虎不想想起那件事 你会因为什么而想起一个人 一首歌 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 还是 一个治愈的笑容 刺修课上 米尔帮白虎站了座位 米尔表示他也太客气了 米尔看白虎那么迟 才来上课 便问起他原油 白虎说路上堵车了 米尔心想自行车 肯定不会堵车的 莫非是开车来的 白虎看着他像关爱智障一样 说自己是坐公交车来的 即使白虎有钱 但米尔也好像对他有什么误解 米尔对白虎相当感兴趣 上个课眼神都没离开过白虎 只见他解了一颗扣子 然后静静地坐在那 腰杆笔直 这大概是上过行体课 又或者家庭教育就是如此 米尔目不转睛地看着白虎 被他发现了 吓了一跳 于是米尔对他与其他人的不同 做了思维导图 别人上思修课 一般是趴在桌子上睡觉 或者玩手机的 而你 笔直坐着 仿佛是来开会 白虎微微一笑 突然地凑近到米尔身旁 跟他说 其实自己是习惯这样坐着罢 一会儿也会看别的书 或者玩手机 突然地凑近让米尔变得紧张 尴尬不失礼貌地向白虎笑了一下 白虎看到这般治愈的笑容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竹马 方唐 他们一起上了同一个小学 初中和高中 如果 他们能同时考上同一所大学 如果他们是同学关系 是不是也能像这样坐在一起 你在本子上画小人 写故事给白虎看 他们轻声交谈着 以只有他们能够听到的方式 想到这 白虎突然好想他 想着他现在在做什么 会不会 偶尔 也想起自己 米尔趴在书桌上看着白虎 他居然会露出这种神情 是想家了吗 还是思念着异地的恋 看起来高冷的他 原来也是有情感的 他是有情感的 他也有喜怒哀乐 他也会有在乎的事情和人 他看起来那么有份寸 对谁都有君子之交 不预举 也不过限 被他在乎的人 究竟是怎么走进他心里的呢 米尔好想知道 好想对他了解更多 便在本子上写上一句话 把本子轻轻推到白虎面前 附近有一家好吃的冰淇淋店 要不要放学后一起去 米尔想知道 白虎的感情里 可不可以再添一份名字 他想和白虎做朋友 他叫白虎 金发混血 高冷骄傲 从小接受精英式教育 喜欢摄影 刚入学上的导演戏 他叫秦兰 邪魅骚包 特立独行 从小经历了很多人情冷暖的他 似乎有过不少故事 擅长惦记他 小提琴等弦乐器 高冷骄傲的他遇上邪魅骚包的他 原本两个世界的他们 是否万幸得以相识 遗憾止于相识呢 那天 白虎和米尔没有去吃冰淇淋 而是去别家餐厅吃的晚饭 他们渐渐熟络起来 也多了一些朋友 白虎还参加了摄影社和木匠社 似乎对做木工有了些兴趣 白虎突然想起有段时间 没有见到秦兰那个家伙了 大概一个多月吧 嗯 真好 大学生活就该如此 平坚稳定 白虎和秦兰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子的 他是玩乐队的 他有他的世界 而白虎是个大学生 每天上学上课 才是他的日常 这样各过各的 不再纠结于什么过往 互不打扰 挺好 一天米尔给白虎发信息 说今晚要替个朋友值班 还让自己带朋友来捧场 米尔想到了白虎 于是问他去不去 白虎思考片刻 最后还是来了 虽然不想去 但还是给他捧个场 坐坐就走 白虎走进酒吧 看到穿着工作服的米尔 但他对周围的一切丝毫没兴趣 拿起一杯果酒 自顾自的喝着 米尔看着白虎 虽然是被自己好不容易劝来的 想和他有更多时间的相处 俩人的专业不同 所以一周也只能见己回面 一想大学四年身边会有他 就觉得很幸运 现场的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的乐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祝各位今晚玩得开心 一起celebrate our great night 秦岚的出现 让本来丝毫提不起兴趣的白虎 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秦岚 接着还有鼓手镇摇 主唱小鸣 嗨 小可爱们 秦岚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迷媚在舞台下邀他那 白虎的灵魂似乎被抽走了 米尔跟他说话也没有理会 不得不说 秦岚在台上拨动琴弦的模样 连侧脸也是那么帅气 众人欢呼呐喊 唯有白虎显得是那么格格不路 太吵了 还忍几人 简直疯了你啊 白虎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疯了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白虎从他的身上移不开视线 可不 别看着我 别对着我唱 不要试图用你的方式靠近我 我最讨厌你了 秦岚摘下麦克风 缓缓地走到白虎面前 单膝跪下 白虎啊 欢迎 来到我的世界 白虎回到家里 但秦岚在酒吧那一幕幕 不断浮现在脑海中 巧合的出现 打破了白虎原本平静的生活 于是白虎把脑海中的记忆手动删除 您的系统正在删除 清理完毕 这次见到了又如何 巧合而已 真的是巧合吗 白虎死死抓住沙发 算了 不是又如何 半夜时 白虎在床上躺着看书 这时米尔给他打来电话 这三更半夜的来电白虎不乐意了 电话那边 震瑶叫米尔把手机给他 说是秦岚喝多了 让白虎照看照看 白虎想着为什么是他 因为在S时认识的朋友 就白虎一个 而且震瑶今晚又要带女生回家做核酸 所以 白虎一副高冷的样子 表示自己和秦岚不是什么朋友 他喝醉是他的事 他爱睡哪睡啊 即使死在大街上 也不关自己事 还在床上躺着的白虎 听到楼下有人叫他 扒开窗户一看 竟是秦岚等 震瑶也看到窗户内的白虎 这时白虎才想起 自己和他是一个小区的 不请自来的震瑶 背着秦岚登门拜访 还说着 您的外卖兰兰已经送达 请尽快享用哦 白虎无奈地看着震瑶 说这样属于私闯民宅 是可以报警的 震瑶处在门边对着白虎 随便你 让兰兰睡派出所也不是不可 如果你忍心的话 于是震瑶拢的妹子就离开了 白虎也没把秦岚扶进去 慌得一下把门关上 十分钟后 睡不着的白虎 想着秦岚要是死在门口 这算谁的 算了 日行一善 日积一得 他走到门口 看了一眼秦岚 朝着他踹了一脚 仍然没法 白虎看他是真的喝醉了 便拖他进客厅 费了就九牛二骨之力 才把他拖到沙发上 白虎看他脏兮兮的衣服 还一身酒臭 于是帮他把衣服脱掉 白虎看着醉醺醺的秦岚 他睡着的样子 倒是有几分的 到底什么是让好脾气的白虎 大发雷霆 让邪魅骚包的秦岚怒甩筷子 让俩人针锋相对 秦岚更是扬言 今天不是干一架 就是我干死你 傍晚回来 白虎心想秦岚那家伙 应该走了吧 不出意外 还是出了意外 刚进门的白虎 闻到一股菜香味 一个劲冲向厨房 看到秦岚的身影 秦岚回过头对他说 怎么回个家 跟土匪打劫似的 白虎看到这一幕当场实话 白虎朝着秦岚怒吼 骂其才是土匪 秦岚还带调戏的跟白虎说 我是土匪 你是压寨夫人 行了吧 白虎瞥了一眼 乱糟糟的厨房 秦岚觉得白虎家里 实在太单调了 于是自己给他 换了张餐桌布 白虎看到抽屉被拉开 本子散落一地 瞬间觉得不好的 预感来了 接下来有大事发生 秦岚端上一桌 刚做好的饭菜 让白虎快尝尝 有人给自己做好饭菜 这本应该开心的 但这是白虎压抑着 心中的怒火 翘起双手 眼神犀利的跟秦岚说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秦岚自觉得这番操作 不当有所感谢吗 但白虎丝毫不领情 谁让你这么做的 谁请你来这里的 我和你又有什么干系 秦岚表示 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白虎紧紧抓住自己臂膀 谁要给我惊喜了 这算惊喜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秦岚没打算把这事给升级 于是叫白虎快吃吧 饭要凉了 见秦岚没有正面回答他 起身怒拍餐桌 我他妈问你话呢 弄乱我的屋子和厨房 乱翻我东西 甚至还把抽屉里的本子 散落一地 我警告过 你让你醒了就走 你这家伙到底有什么资格 和身份待在这里 秦岚一脸阴沉 想起过去 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怒甩手中的筷子 冷冰冰的看着白虎 是不是我从不对你发火 你就觉得我应该 一点脾气也没有 你不是问我来干什么的吗 于是秦岚掐住白虎的脖子 好啊 我来告诉你 今天不是我们干一架 就是我干死你 啊这 你这打人还是要造人 面对着秦岚贴那么近 一手把他推开 一拳向秦岚的脸上甩去 然后抓住秦岚的衣领 我早看你不爽了 以前你办的那些烂事先不提 上回军训的时候是怎么回事 还有昨天晚上 是不是你利用弥尔 因为不喜欢 所以我做的一切 你都讨厌 秦岚朝着白虎就是一脚 后退几步的白虎 扶住了餐桌 秦岚理了李依领 跟白虎说 看不惯我的人多了去了 小屁孩 你连号都排不上 两人谁也没让着谁 退一步都越想越起 从客厅打进房间 又从房间打出客厅 把杯子和盆栽都给活活了 白虎抓着秦岚的手臂 问他是不是进了自己卧室 还开过柜子 秦岚理直气壮地表示没有 白虎就说 谁开过谁是狗好吗 随即秦岚对着白虎 连汪三胜 啊这 这一拳白虎揍 你也是活该 俩人继续打着鸳鸯架 这气得秦岚回到家 对着镇摇吐槽起来 骂骂咧咧以后 要是踏进白虎家一步 我就是傻逼 我滴乖乖 秦岚是直接被揍出的熊猫眼 白虎看着家里一片狼藉 端起饭菜就要倒掉 由下次直接让秦岚 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正准备把饭菜倒进垃圾桶 又想着饭菜又没有错 浪费粮食还可耻 就加了一块吃起来 可恶 还挺好吃 几日后 白虎像往常一样沉跑 跑着跑着听到一声口哨声 回头一看 竟是秦岚站在窗台 相当憔悴的秦岚 缓缓对白虎做出个国际手势 白虎也不甘示弱 回应了个国际手势 刚醒来的镇摇 揉了揉朦胧的睡眼 说道 你俩打招呼的方式真特别 接着又一头往秦岚肩上蹭 刚好这一幕 被白虎尽收眼底 大清早的他俩靠在一起 昨晚一起睡的 白虎一想到镇摇前几天 还带女孩回家 秦岚以前也是一堆女朋友来着 逐渐陷入混乱 憔悴的秦岚倒头便睡 接着跟镇摇说 那天去白虎房间 找备用房卡的时候 看到了他的手表 于是拍下来发给几个董行的姐妹 然后他们告诉我 一个表三十万 如果是小事 真正让秦岚不爽的是 可能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 真的很远吧 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然后被他讨厌 显得好像理所当然 镇摇看着说这番话的秦岚 然后沉思片刻 一脸惶恐地说 不是吧 哥们 你之前不是喜欢女的吗 你那么在意她干嘛 你该不会 秦岚听到这番话 立马谈了起来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对那个家伙有意思 我有病吗 我没有 镇摇丹西跪在床边上 轻轻抚在秦岚耳边 让他别在意白胡了 走 哥带你去认识认识 我们学校漂亮的女孩子 说到女生 秦岚立马来劲了 手插裤兜 一路哼着哥 这时镇摇跟秦岚说 秦岚 你是有才华的 我觉得你的才华 一定会带你去更远的地方 镇摇简短的一句话 不断在脑海中思索 更远的地方 是真的吗 那我想去的地方 又是哪里呢 电吉他手 竟然公然俯弄小提琴 曾说过闲乐器都可以的秦岚 居然不是吹牛逼 秦岚俩人来到学校展览馆 镇摇跟秦岚说 在这经常有人办展览 偶尔会请音乐系的 来表演助兴 这次表演的是弦乐四重总 秦岚听到熟悉的曲子 真是不怎么令人怀念 秦岚不想想起以前 便和镇摇说没意思 嚷嚷着走吧 刚好这时小提琴手不舒服 要去上个厕所 秦岚发现有空档 于是来了兴趣 想试试 不明所以的镇摇 还以为秦岚是对哪个学妹来的兴趣 秦岚把口中含着的棒棒糖塞给震摇 秦岚来到乐队面前 几人还一脸疑惑 突然秦岚卖蒙对几个说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这把几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秦岚跟几人说 自己有段时间没拉小提琴了 突然碰到熟悉的曲子 就想试试 几人也是答应了秦岚 震摇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 秦岚要拉小提琴 那一根根弦发出的动人美妙的声音 捆克摇滚风的秦岚府 弄着小提琴 每个人都陶醉其中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在议论纷纷 哇塞 摇滚饭的小提琴手 刚好这是小提琴的主人回来了 脸都黑了 电吉他手公然俯弄小提琴 他曾说过弦乐器 都可以居然不是吹牛逼 秦岚一身朋克摇滚风 拉着小提琴 与俩人西装革履临时组建的乐队 居然没有半点为何感 震摇看到这一幕惊讶不已 电吉他手竟然公然俯弄小提琴 秦岚曾说过弦乐器 都可以居然不是吹牛逼 震摇内心想着一身朋克摇滚风的 他与三西装仔混在一起就超不搭的 那又如何 反正震摇喜欢 摇滚中带着一丝正经 正经中带着一丝酷血 多酷 这时小提琴的主人回来看到 喂 把琴还我 对着秦岚就是一顿骂骂咧咧 秦岚高冷的眼神一把把琴还给他 小提琴手依然不依不饶 怎么什么人都想来试试拉小提琴 真的是 没什么能力还叫爱抢风筒 这话给震摇听到 立马挽起袖子想上去干他 秦岚这时伸手揪起小提琴手的衣领 听好了 老子开始拉小提琴的时候 你还是包叶体呢 你最好说话注意点 这番操作下的小提琴手全身抖个不停 只敢回应秦岚两句 粗粗 混混 秦岚回头一个眼神 瞬间不敢逼逼了 笑着对小提琴手说 对啊 怎么 你怕了 耸包蛋 秦岚扬长而去 想起自己和白狐的时候 其实 我在他看来 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你要是看到爱慕之人脖子上有草莓印 你会怎么想 米尔发现白狐脖子上有异样 白狐满脸疑惑 米尔告诉他 你脖子上有咬痕 白狐大吃一惊 随后很淡定地解下发孤 散开的一头黄发 遮住了脖子上的咬痕 米尔看到这一幕 他未免也太好看了吧 但是他的咬痕是谁留下的呢 他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他脸红 是因为害羞的吗 殊不知这是白狐杀气腾腾 秦岚那会绝对是故意的 上次打架的时候狠狠咬了一口 还专门咬这种位置 今天肯定被不少人看吧 你给我等着 够秦岚 随后米尔跟白狐说 自己被选入校级交响乐队 后天开始练习 还会有外聘的指挥家清零指导 你会来看吗 白狐问米尔 外聘的指挥家 是姓胡 叫胡一些吗 因为白狐被老师派去拍摄 他的指挥过程 所以也知道这事 米尔一脸喜悦白骨 能看到自己拉小提琴 白狐说着有点期待 其实是为了踪测 两天后 在交响乐排练室 胡一先生 在指导学生弹奏 在台上 让他们都打起精神来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一遍 各自先练习练习 米尔向白狐看去 想着他 能不能看到 自己努力的样子 此时的白狐 无聊到呆滞 本以为走个过场就能结束 没想到 那指挥家那么认真 白狐都呆滞了 三个多小时了 振瑶作为定音鼓选手 一样没什么事 和白狐一并在发呆 喂 我刚刚就想问 你那个角度能拍到我吗 拍不到 你位置太靠后了 你镜头偏一下不就得了 没必要 我是被安排来拍指挥家的 又不是你 振瑶感觉自己被白狐讨厌了 想不明白美得罪他了 大家都在安静地练习着奏响乐 秦岚一声当当当 我闪亮登场 当场打破了此刻的宁静 同时也吸引了胡一新的注意 叫秦岚进来 秦岚还以为胡一先是不是在叫自己 一旁的妹子说 是 秦岚在人群中穿过 白狐想着那家伙怎么来了 一旁的妹子挽着秦岚的手 还贴得很近地跟他说 秦岚哥哥 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白狐看到秦岚左拥右抱 太过分了 你不是有阵瑶吗 你怎么能背叛他呢 秦岚跟阵瑶打了声招呼 路人假白狐看到阵瑶居然不介意 此时秦岚注意到阵瑶身旁的白狐 当场白狐给秦岚来个国际友好手势 秦岚看到白狐那么热情的比中主 他一定是想我 电吉他手竟然公然俯弄小提琴 曾说过弦乐器都可以的秦岚居然不是吹牛逼 胡一仙叫弥儿把小提琴借给秦岚 秦岚接过小提琴竟没想到弥儿也在这 随后胡一仙问秦岚会不会柴可夫斯基的 递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秦岚更是自信地说出了 有谱就会 白狐看到这场面也是一连猛 此时秦岚很不解为什么要听胡一仙的 让你拉就拉 哪来那么多废话 白狐只知道他是玩乐队的 但没想到小提琴居然也会 从古典乐到摇滚风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弥儿更是惊讶不已 虽然不够娴熟 但音都比较准 运功和柔弦技巧都不错 弥儿看向白狐 发现这时白狐的眼里只有秦岚 仿佛此时此刻的白狐的世界里只有秦岚 异曲甘长段 千军万马来相见 胡一仙对他的评价 能不能有点轻重缓急 前面悠扬 后面再快起来 多久没练琴了 手真是生疏的可以啊 说完让秦岚再来一遍 秦岚一脸不屑 说自己又不是你的倒霉学生 再见 突然这时胡一仙说 秦岚跟个人长得很像 秦岚很好奇 十多年前 哈尔德哥剧院 胡一仙仅仅是提了个时间地点 让秦岚惊讶万分 随后胡一仙便说 有个七岁的小男孩 作为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 演奏了一曲 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一场 惊艳四座 周围的人都在夸赞他 超乎于同龄人的演奏能力 而那个男孩的父亲兼老师正式 秦岚听到这里 瞬间变了脸 行了 不要提那个人渣 胡一仙看到秦岚的反应 便让白胡和米尔先回去 刚要转身离开的秦岚 让胡一仙留了下来 说有个提议 你要听吗 我呢 就像扎在泥沼里的烂泥 但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生来就该仰望你 秦岚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说出这般话 秦岚和镇瑶 刚从练习室里出来 被等候多时的白胡截住 说自己有话想跟你说 随后俩人来到校道旁 白胡问秦岚今后 还会不会经常来学校 秦岚也回应他 会吧 并且秦岚还调侃他一把 怎么了 想见我 白胡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我不想见到你 更不知道老师给你什么建议 但我希望以后即使碰面 也可以装作互不认识 秦岚很难相信白胡说出这般话 不懈的低头 歉 你想争夺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小白胡 白胡面向秦岚目露凶光 问秦岚来 S室有何目的 而且还为什么会住一个小区 还有为什么要给我做饭 以前你针对过方唐 做过的那些烂事就算了 我不会替他原谅你 我也恨过你 但那些都过去了 我本以为我来到新的地方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可为什么这里还有你 我不喜欢你一次次来找我 一次次来闯入我的生活 你不要单方面的以为 这样做没有打扰到我 我有我的计划和安排 你有你的 我们的未来本身 就不该有什么交集 对吗 我希望你以后能够秦岚把白胡的话打断 我们本来就该是两个世界的 你想说的是这个 对吗 白胡 你出生的时候 就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被宠子照顾着 没人能伤得了你 我呢 就像扎在泥沼里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什么玩意 但是 你是不是觉得 我生来就该仰望你 白胡万万没想到秦岚会这样一见 秦岚一脸不屑 随便你吧 至于为什么住得这么近 可能就是冤家路窄罢 说完便转身离开 白胡一把抓住转身要走的秦岚 转身的一瞬间俩人四目相动 我不管你到底是冤家还是什么 但你擅闯别人家 又自作主张做饭的行为 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 听见没 我都要走了 这次 可是你主动把我拉回来的 小白胡 白胡还在喋喋不休 数落秦岚的各种故事 秦岚便服软说 以后不会再翻白胡的东西 白胡很惊讶秦岚被自己骂了一顿 依然笑了赢人 但是你是狗吧 领地意识那么强 嗷嗷叫了那么久 白胡就提起上次的咬痕 他妈谁是狗 这谁咬的 嗯 秦岚没想到那么久了 居然还没消 还洋洋得意自己的持久力很不错 秦岚想给白胡吹着 白胡便一拳把秦岚给揍了 吹个屁 随后俩人又不撕了起来 秦岚对白胡说 不就是咬一口吗 最多给你咬回来 秦岚伸出脖子 白胡看了一眼 伸手上去 狠狠掐了一块肉 痛得秦岚嗷嗷嗷嗷 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被金色的光抓住了 两天后 在电影赏西克前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小白胡 一个特别亮眼的金发男神 白胡一进门就吸引了两个小迷妹 啊啊 不行了 他朝这边走过来了 刚坐下的白胡 就觉得今天有种不祥的预感 丝毫没察觉到身旁有个不明物体 在慢慢蠕动 很突然的猛抬头 啊 同学啊 这是什么课啊 白胡就像猫看到狗一样 吓得全身汗毛倒数 书本哗啦掉了一地 你怎么在这 你有毒吧 是啊 你有药吗 所以这是什么课 白胡胡 白胡看到秦岚 委屈到脸都变形了 白胡的小迷妹告诉秦岚 这节是电影赏西克 秦岚仅是与小迷妹对视五秒 便让她彻底疯狂的爱上秦岚 欲罢不能 整节课上从自我介绍 聊到兴趣爱好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似乎白胡的存在都是多余的了 甚至做这还碍事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妹子邀约秦岚一起吃午饭 秦岚叫白胡让一下 但白胡丝毫不理会她 你不让我出去 意思是你想请我吃饭吗 俩迷妹觉得这对好机友情形不太妙 就和秦岚说先走一步 你想多了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从桌子的另一边绕出去 我没必要给你让路 白胡冷漠地抛下一句话 便拎起书包离开 白胡从秦岚身边离开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秦岚看到白胡渐远的身影 没想到她连看都不看秦岚一眼 完全不在意她的存在 秦岚发了疯的脑不刚 从客上和妹子聊那么久一声不吭 甚至都不觉得自己烦 连对都懒得对 一想到那天被白胡一把抓了回来的事 这之前本来打算不再理她了 但是被她突然拉住 接着又强行解释她的立场 而自己根本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只是回头的一瞬间 满眼都是灯光和她头发的颜色都在发光 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好像被光抓住了 画面回到现在 秦岚觉得一定是当时的灯光效果 都是错觉 竟没想到秦岚把心里所想的给说了出来 对着白胡怒吼 还我的感动 你这个冷血的男人 感谢你自己头发的颜色吧 你 一脚狠狠揣在秦岚屁股上 白胡还不明所以 莫名其妙被踹了一脚 哼 杀气腾腾的对秦岚说 你刚刚做了什么 嗯 这个男人只是想回家 竟被秦岚狠狠踹了一脚 还要骂上一句 还我的感动 你这个冷血的男人 白胡杀气腾腾的看着秦岚 秦岚顿感大事不妙 没曾想到竟把心里想的都做了出来 他是不是得应该先查查 哪家医院WiFi信号比较好 怎么又是你 小老爹 又被家暴了 对啊 那就是个暴力的黄毛猩猩 没想到秦岚暗自轻蔑一笑 哼 开玩笑 我秦岚岂是那种软蛋 区区白胡而已 又有什么好在意的 突然就很赫 朝着白胡说 你有本事来打我啊 蠢货 本来在课上避避个不停就不爽 下课还要莫名其妙被踹一脚 现在还很横 他们你是不是找打 俩人每次的见面 胡在身上留下点东西是真的说不过去 这次两人相互给了对方很多脚印 自以为是的白胡 还以为秦岚是来找他的 可未曾想到秦岚是被指挥家胡一先看上 秦岚还在一本正经的解释 不是那种看上 还是那种 秦岚说胡一先享受自己为他的学生 建议秦岚来上学 作为旁听生跟着一起上课 那你 秦岚居然要来学校上课 白胡是想都不敢想 自己学校居然有旁听生制度 随后秦岚让他回想那天 在交响乐排练室门口的事 白胡思考一番 觉得他应该也编不出旁听生这种词吧 秦岚拍一拍白胡的肩膀 让其善待自己未来的学弟 紧接着秦岚对白胡吐槽了一番 似乎是关于未来的事 我还没想到到底要不要当他的学生 然后走他的老路 所以来上学的事还没考虑好 自己已经脱离学校这个环境很久了 再说也没想过要重拾小提琴 我已经习惯乐队的生活了 但是 机会难得 我还是要试一下 你说对吗 自己也对大学生活挺好奇的 体验一把也不亏 所以 要不要带我体验几天你们学校生活啊 小白胡 我就想四处转转 白胡竟没想到 如此不着调的家伙 居然在认真考虑他的未来 他似乎也不是像表面那样 对什么都毫不在乎 未来录聊完 秦岚就让白胡请他吃饭 作为回报 秦岚帮白胡拍片作为报仇 什么拍片 那叫人物摄影 怎么到你嘴里就吐了巴基的 白胡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秦岚告诉白胡 是今天那个妹子告诉我的 他还希望我去当他的模特 自己还收了他的钱 怎么没良心了 我又不是慈善机构 再说 他主动给他 来者不拒吗 好一个来者不拒 白胡一想到秦岚和郑瑶的关系 还在学校到处勾搭女孩子 突然就很气 把心里想的给做了出来 同样是狠狠踹了一脚给秦岚 秦岚不明白自己又做出了什么 莫名其妙被踹 白胡对其说了四个字 替天行道 为名除害 秦岚抓着白胡衣领 俩人都相当横 正准备来场世纪大战时 白胡却说 再动我一下一会吃饭没你们 秦岚看白胡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为了这顿饭 乖 快带爸爸去吃饭 爸爸会付你钱的 一把把白胡搂怀里 还顺带揉搓揉搓他的屁 你找抄啊 秦岚 别跟着我 吃饭不待念 午饭时间 吃饱当众打宝格时间 打完宝格倒头就睡时间 刚睡醒的秦岚伸了个懒腰 问白胡下节课是什么课 白胡问他 你要干嘛 你又要跟着 白胡随后让秦岚去找胡指挥 让他安排别的学生 白胡看着秦岚 不知是不是他刚睡醒的缘故 眼神迷茫 似乎又有股失落 或许是想起他说的那句 我就像是在泥沼里 或许是他那句对父亲的评价 不要再提那个人渣 或是今天说的那些 他对前途的考虑 我竟无法开口 让他走开 去找别人 不要再缠着我 我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白胡便让秦岚跟着一起上课 但是要他答应 不能打扰到自己上课 白胡这副模样 秦岚还是头一回见 头一回见他妥协 不许在教学楼里唱歌 吵死了 我 我愿意 秦岚跟随白胡来上英语课 白胡告诉秦岚一回小考 别打扰我 秦岚依稀记得上次坐在教室时 还是十年前 考试更是一个陌生的词 想到这 秦岚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下意识摸摸胡子 还好今天早晨时剃了胡子 在秦岚看来 学生这个物种看起来就是单纯 说什么都行 说两句软话对手就会心软 善良的不行 比如白胡 不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 多好啊 这封 白胡很好奇 秦岚在干嘛 没想到秦岚这家伙在作曲写谱 刚好下课领响 一首怀旧风格旋律的歌谱 竟出自于秦岚之首 白胡惊讶 居然还是英文名的歌谱 什么意思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愚蠢吗 不是吗 你刚刚在写什么 他的脯子吗 是风吹来的灵感吗 哎 好奇吗 好奇的话 我哼给你听啊 讲话就好好讲话 秦岚还贴到白胡耳边轻声的说 怎么样 要做我的第一个听众吗 还是在耳边轻唱的版本哦 瞬间周围的空气都戛然停止 所有人都看着这两人 我不认识他 白胡一把推开秦岚 秦岚并不觉得尴尬 甚至还很开心 俩人走在校道上 不少人向白胡打招呼 社团活动认识 白胡告诉秦岚 有些是朋友 有些是点头之交 秦岚听白胡分得那么清楚 于是问他 自己算他什么 突然一人的出现打断了 问白胡旁边的是谁 秦岚正准备脱口出说男同学 白胡却受了登班 白胡是生怕秦岚说是男朋友 原来白胡这个朋友 是他找来拍些照片的 秦岚看到白胡宁愿找别人 也不找自己 就很突然生气是干错 对白胡嚷嚷着 找别人为什么不找我 那么多朋友 日子过着挺丰富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 哎 这才短短不到一个学期 你就交了那么多朋友 你有问题 你很花心 什么鬼 交朋友是交朋友 你那种才叫花心好吗 我都懒得讲你 一进到教室 就看到米尔 用手指着米尔 你看 说吧 他怎么也在 白胡就反驳情懒 这个是公共课 他也有这个课 还有不要用手指人家 男人的妒忌心有多强 米尔的出现 让本一肚子火的秦岚 发泄在米尔身上 还出脚把米尔给绊跑 米尔对着秦岚 微笑着问他怎么来上课 秦岚一脸不屑地看着米尔 出言更是处处针对米尔 紧接着说了白胡关于方唐 也正是白胡不想提及的话题 白胡仅仅是一个眼神 更是冷冰冰中 带着一丝怒虎说了一句 够了 俩人都沉默了下来 不久后 白胡要不是和米尔互动 就是和同学下围棋 米尔和白胡有说有笑的 只有秦岚依旧趴在桌子上 想着刚才的事 那不该说出口的话 随后米尔就邀约 白胡下周四共进午餐 米尔还沉浸在 与白胡的聊天中 秦岚便出脚 把米尔绊倒了 秦岚对着米尔冷嘲 哎呀 最近脚长长 伴着你了不好意思 白胡很是紧张地 问米尔有没有事 伤没伤着 摔着没 能有什么事 大老爷们呢 哎 是不是打架都以为你是女生呢 你在酒吧当服务生 那会我就以为你是 结果你一张口 吓死老子了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 塌擦 剪剪头 换个发型 秦岚的所作所为 让白胡很不爽 你这样真的很令人讨厌 还在冷嘲热讽的秦岚 听到白胡这番话 脸上渐渐失去笑容 一手狠狠拍在桌子上 你这家伙 心中充满怒火的转身 夺门而出 哼 你其实一直喜欢着你初恋吧 你一直惦记着那个方唐 对吗 啊 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方唐是他的心肩肩白月光 我不是早就知道了的吗 算了 算了吧 白胡本以为秦岚那家伙过一会儿 又会自己回来 没想到大半个月过去了 他再也没出现 那家伙 去忙什么了 正在接受胡老师的一个指导吗 还是跟着镇瑶去上课了 还有 那天为什么他要提方唐 还发脾气 该发脾气的应该是我才对啊 难道是因为我和米尔讲话 没有怎么理他 太小心眼了吧 真的是 本来我以为他可能不会再来找我了 直到那天 毫无征兆的 他出现在木匠社门口 你去世门口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